白珪一星 作曲 校 Lee 習近平 會不會政府那些罐 sold 在安排那些三色干涉 你认为它够不够呢 那好像不太够 这里走来都没有 还有我觉得有些商场 其实它有摆在这里 其实都不知道是名存实亡 我不知道管理层和清潔那些 怎么沟通呢 其实我们抄了一箱就拿去泡 它摆几个在这里 我新眼见过它摆一袋 摆在垃圾 哦就是当垃圾 其实我们早几天都拍到 是有这些 是啊 其实那些应该监管多一点 其实你真的不要浪费了小市民的心血 我们真的会拿去做的 有关你们比如有些买饮饭 有些瓶 你会不会都特意去找那些桶来扔呢 在香港 看路人他是 比如他有肚民的朋友 他扔在那个垃圾桶 我就会跟着他扔在那个垃圾桶 如果没有 那就随便扔 哦不是很随便 是随便扔 你觉得怎样 有没有在路边看到我们分类的垃圾桶 好像没有 这次 就是我过来 因为我的垃圾就只有一瓶矿泉水的 那个塑料瓶 但是我看路边都只有一个黄色的垃圾桶 而且我感觉很多地方都没有垃圾桶 都是我要拿很久拿一路 然后我上一次 因为我是圣诞节的时候 也是刚来香港过圣诞嘛 然后我的那个买了一瓶水 我是从便利店 然后拿到中环 然后又拿回广州 才丢的 就是拿到口岸我才丢的 就是我没有找到垃圾桶 现在内地的话只有上海在推行垃圾分类嘛 然后广东 我在广州嘛 所以还没有特别的推行 但是我有做一些小的项目啦 就是会去上一点相关的课程啦 然后有关注相关的一些议题 所以这次说专门来香港去看那个展览这样子 OK 你看了看完这个展览你吸收了什么 我感觉这边确实是 就是看那个展览给我的感觉是香港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好 因为他们分类分的特别细 像矿泉水平啊不是矿泉水平 就是水平都可以分六七类 然后纸张也是分了好多好多类 然后他们环保做的那些东西 就是回收利用所形成的那些东西都很完善 但是呢我就是自己如果说是来旅游的话 我在路边的感受没有特别强 看展览给我的感受是比较强的这样子 我想问是不是收铁的 是 如果我那个是一个架呢 它有玻璃呢 可以不可以的 你要拆均匀的 就是我要拆走所有的玻璃先 哦 OK 嗯 还是拿来你会帮我弄卖的 是啊 还是拿来你会帮我弄卖的 不可以的 哦 好了好了 那我回去弄完 只给你一些铁就行 就是我硬自己的东西 这个 很多东西都要 看什么类型 这些 这些三十元一公斤 收了之后是会做什么的 再除饭了 因为你觉得 要付钱的 如果整理会买到这些东西 哦 这个就是收纸吗 纸和金属 哦 就是半个单 你想半十多元 五十多元 我可以踩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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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起码多少钱 我都会给到五十多元 那你不过 你怎么会有公司 否则不费多少钱 我可以踩两个公司 哦 即是一公司 是的 纸是一公斤 一公斤 但是如果你开了十公斤 十多元 十公斤 十公斤 我就会贵 但是 那些纸收的就是 那些费纸 那些费纸是一公斤 那些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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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外国的 哦 那些费纸 那些费纸 尖炒 那些费纸 那些费纸 这些费纸 那些费纸 那些费纸 他会玩呀 这些费纸 一公斤 都是一公斤